今天講講口罩的問題 口罩令就解除了 本來會有兩種口試的考生 一種是戴口罩 一種是不戴口罩 讓你選擇你會做哪一種呢? 首先戴口罩的好處當然是防疫 始終是一個公眾場合 考生來自五湖四海 大家在這順槍舌劍 口沒橫飛高談闊論 一個不幸你惹到人 或者別人惹到你 這個第一個是出師不利 結果中了肺炎 然後一直倒地不起 接下來整個study leave 可能是用了半個月休養 那就戴口罩了 所以保護自己是很重要 至於不戴口罩的好處就是靚 你的樣子靚 隨罩露面露面露面的靚 不是喔 我的樣子不太靚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美 叫做自信美 所以只要你取罩 這個動作本身已經是自信的表現 所以最後的結果 都會比戴口罩更漂亮的你 這個對印象分有提升 對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都會有幫助 你整個人的存在感會提升 不僅是你對眼 你唐眉 在眉非色母 還有你的嘴唇 唇上面的汗毛 每一絲的肌肉 都是fullly engage in group interaction 還有呢 這塊這樣的布 無論是立體也好 平面也好 總之對你的嘴唇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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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或少的 物理性干擾 令你的發音 會打了一個折扣 發音 還有一個叫做音量 分貝 經過這道的物理屏障 又是打一個九折 所以此致要拿最高分的同學 又不怕死 如果你要險中求勝的同學 計我說不戴口罩是有著數 那問題就來了 你發現一片這樣的口罩 都演變成為一種的考試技巧 很多的盤算 那考生有兩種 戴口罩和不戴口罩 那考官又如何呢 會不會這間房間的戴口罩 隔離房間的不戴口罩 令到你的individual response 可以聽得更清楚 看他的口罩 更容易回答問題 這樣就不太公平了 所以衍生出的麻煩 都真的很多 所以考評局已經宣佈 不要搞那麼多 一齊一刀切 大家一起戴口罩 考評局網誌 有人留言 這位李露美同學問 1.如考生因佩戴口罩而影響口試發音或認識表現 繼而影響成績 責任是否存在考生方 2.為何不能跟隨政府政策 將防疫責任交還考生 讓考生能自由選擇 考評局對李同學都有很耐心的解答 主要都是因為防疫健康的理由 都沒有改變主意 都是要大家戴口罩 除此之外 他還說考生與考生之間 是會有一米的社交距離 考生與考官是會有1.5米的距離 圖中所見 似乎將桌子都是貼著 各貼各的 但好像數學史卷裏面的圖 不一定是跟比例的 所以不能盡順 我們看看歷界Sample Video 似乎人與人之間目測 好像沒有1米 對嗎 所以不要管了 接下來的日子 你要做練習 做overpractice 同學也好 老師也好 真是拿把尺 拜託1米乘3 你跟最遠的考生 是可以隔3米那麼遠 整個籃球架的高度 我想做一個很簡單的提醒 就是各位同學 你真的要注意你的音量 很多小朋友說話是很小聲的 他們不知道自己說話很小聲 他們自己聽到自己說話 在這個口罩裡面那個 Echo Chamber 回音室裡面 在自己的耳朵聽到自己收音 就以為人家聽到 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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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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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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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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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不想在明年的 探討報告 看見 你 不想看到 那些考官 那些考生 戴了 口罩之後 沒有聲音 是吧 自己帶了 滅聲器來 考試 那 一定有 不想是你 所以 做多些運動 強化一下自己的肺部 你可以去搭小巴 是吧 由 第一排開始 喊有落 看看司機 讓不讓你下車 然後 坐第二排 第三排 第四排 去到最後 第五排 一路一路 看看自己 下不下車 下不到車 就失敗 下到車 就為止 這幾排 代表著 第一排 說給旁邊的考生聽 第二排 說給隔兩個位的考生聽 第三排 說給隔三個位的考生聽 即是Candidate A 說給Candidate D 下一排 說給尖咪聽 再下一排 說給考官聽 坐得最遠的是考官 所以你一定要一排一排 第六排 喊給小巴司機聽到 司機有樂 行不行 所以 溫馨提示 大家說話要有聲 同時間 你想像一下 預計一下 同組有人 是說話很小聲的 或者 根本 暗暗沉沉 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那你會怎樣做呢 是 有些策略 有些事情應該要說 是不是先 有些不切實際 就是你很直接叫他大聲 可以說話嗎 可以說話嗎 Candidate C 我擔心不可以聽你 可以說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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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不切實際 就好像你叫一個 跑一百米賽的人 跑快點一樣 你是假設他可以再跑快點 我覺得在生理技術上 和心理技術上 你都沒有什麼可能 達到你的期望 只會令他更加緊張 更加細聲 更加不想說話 更加不想理你 除非這個就是你想達到的目的 否則這句話我覺得是一般的 那考官又會不會介入呢 絕對多數情況下都不會的 考官是盡量想小朋友自己解決所有事情 是的 但你又不要不理他 你又要Acknowledge 這個人的貢獻 這是基本做人要有的禮貌 那到底怎麼辦呢 他講了很小聲 或者 咦 你也聽不到 那到底怎麼做呢 我就分享了這麼多 今次我想聽一下 有沒有朋友留言告訴我們 你的策略是什麼 有沒有高見 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我覺得都是要有的一個緊急情況 One of the worst case scenarios 我們要有的一手準備來的 可不可以留言分享一下 可以怎麼做 怎麼說 怎麼應對呢 那天 可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